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小姐姐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的是 当大家长子惟心 遇到了倔强又刚硬 个性急躁又没耐心的七煞心 彼此会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同样的在开始之前 还是请大家帮小姐姐去看一下 关注跟小铃铛按了没有 才不会错过小姐姐为大家做的 子惟斗数命理分析 还有大家也可以在IG上 找到小姐姐的子惟talk 在那边除了子惟斗数小知识 之外还会有小姐姐每周 为大家更新的奇门顿甲促行方位 这是可以帮大家找出 每日好运的方位 对于想要求财运 考试运 或者是事业顺利 跟桃花的朋友 会有很大的帮助哦 那依许你的目标 去选择特定的方向行走 就能纳好气皆好运 大家不要错过哦 在小姐姐前几集中都有提到紫薇星 相信大家对紫薇星多少都有一些了解 例如她喜欢发号施令 她喜欢控制跟掌控 然后她也时不时的会散发出一些领袖的气质 而七萨星她在古术上对七萨的评价有包有贬 七萨星具有刚毅又硬拼的性格 这也就是会让她们有急性子 不雕快 说做就做 说走就走的她们 像生活上就像是上紧了发条一样 紫薇七萨的朋友 她们是很崇尚自由 不喜欢被牵绊跟束缚的一群人 通常来说 她们一生的起伏波动也会比较大一些 紫薇七萨组合只会出现在四位跟亥位 出现在四位这个地方的朋友本身就比较难清静下来 对于需要静下来的研究工作或者是策划的工作 对这个组合的朋友来说 她们比较不会是她们人生中的选项 而如果是在亥位做命的话 七萨星进不下来的性格受到了公卫跟紫薇星性的影响 会与四位的个性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反差 亥位反而可以当一个专门研究的学者 也有很多的朋友投身于艺术类相关的工作 紫薇星可以将七萨的个性转变 另外有紫薇星的地方有个基本的观念 大家要记得的是 如果能够有左辅星跟右臂星来陪伴的话 紫薇七萨的霸道跟独断独行的特性 比较不会显现出来 接下来是兄弟公 你的兄弟姐妹她们的个性都比你要强许多 那你跟她们在生活上或者是价值观上都会有蛮大的差异 你是一个很知足惜福水域而安的人 你的人生不会花太多的力气去冲刺跟改变 而她们却是会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跟社会的地位 去拼搏跟奋斗 好在虽说她们会比较强势 她们会对你还是会蛮疼爱有加的 你也能够得到她们所给予的帮助跟支持 平时大家都各自忙碌 能够聚在一起的机会其实是不多的 接下来是夫妻宫 夫妻宫进入了紫薇七萨星 你本身就会是有不错的条件 对于挑选伴侣眼光很高 聪明跟漂亮只是基本的追求 另一半的外形跟身材自然不在话下 但她们会比较强势的个性会考验你的智慧 配偶对于钱财的企图心跟守财的能力都是相当不错的 若是能够配合得好 夫妻一条星定能够因为配偶的协助 让你们的家庭过上富裕的生活 接下来就是子女工 你的一生都会为了儿女奋斗跟打拼 孩子出生之后你在家的时间也就会减少很多 为了要给孩子很好的生活 你总是在外努力的工作 这个组合进入到了子女的工位 因为心术过往 直接的影响就会是彼此的缘分 子女会有很强的学习力跟企图心 她们对自身也有很高的期许跟目标 她们未来的发展会因为她们努力认真 而有不错的成果 唯有她们长大之后 陪伴在你们身边的机会不多 那届时你们要好好的规划自己的晚年生活才是 再来呢是财博工 子薇七萨在财博工的朋友赚钱能力很强 更能够有独当一面的格局 在花钱的价值观上 深知如何用花费来达到你生活上的满足跟乐趣 本身会带一些笃性 然后加上花钱很勇敢的特性 那很容易让自己的生活起伏差距太大 是要小心的地方 再来呢是饥饿宫 子薇七萨在饥饿宫的朋友要注意的是肝火比较旺 思虑过多产生的问题跟失眠 还有情绪不稳 另外还有甲状腺方面的疾病 那一般来说身体的湿气也会比较重 像是湿疹或者是香钢脚的问题 也会让人蛮困扰的 那另外还要注意的是肝脏跟肠胃道的照顾 才不至于老了为了身体的不适而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品质 再来呢是父母宫 家中的父母啊 承袭了老一辈的思想跟教育 课尽本分勤俭持家 但相形之下对你的管教也会是比较严厉的 那因为心术过于强势 所以父母间的感情状况也不算和睦 其中一个人的性格会比较霸道 你跟他们总都存在着一些难以沟通 还有想法不同的问题 接下来呢是福德工啊 紫薇七萨坐入到了你的福德工的朋友啊 这辈子想要过清闲的日子恐怕只是幻想了 那无论是要处理家中大小的事物 或者是上班工作 凡事啊 你都是亲力亲为的 因为啊 你对事情会有很强的责任感 导致啊 你总是不放心这个 不放心那个 私利过多啊 又瞻前顾后 记得世界没有了你 依然依旧在转动 让自己静下来 休息休息啊 你才能走更远的路 紫薇七萨在田宅宫的朋友啊 因为七萨心术云比较动荡的缘故 让你们自小或早年家中 会有比较多或比较大的变动跟变化 这样的格局通常在中年之后 在房地产上的收获也蛮多 因为早年会有购置房地产 来作为投资的方式 中年之后 名下也能够拥有不少的房地产 晚年的生活呢 是能够让自己过上稳定 而且很富足的生活 再来呢是官路工啊 紫薇七萨坐守在官路的这个位置 首先啊 若是三方四镇里面有左辅心跟右臂心的话 紫薇的力量啊就会显现的比较大 本身呢就具备了主管的格局 工作上可以从事与国外往来的相关业务 凭借着自身所学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工作是能给你带来不错且稳定的收入 虽然说工作的地点可能会让你有一些变化跟改变 那你在自身的工作领域当中 是能有很不错的发展跟发挥的 接下来是仆义工 本身是很喜欢交朋友的 那跟朋友的交往层次很多而且很广 虽说朋友很多 但却未必都会对你有所帮助 本身心术的组合比较柔软 意志力也稍嫌薄弱 而仆义工的心术太过强势很容易会被朋友带着跑 所以说还是要谨慎的选择朋友 免得有了问题的时候反而是请鬼拿药丹就得不偿失了 要记得你的朋友能帮你带来许多的机会 但是他们也有可能成为给你带来麻烦的人 这是你要小心的地方 接下来呢是迁移工 紫薇七煞在迁移的朋友 平时就喜欢四处游玩增长见识 拥有很强的出国运势 在外地也常能遇到贵人相助 本身的思路是很清晰的 对于赚钱是很有自己的商业头脑 更深知应对进退的道理 在外的人际关系相当的良好 那不分年龄老少都喜欢跟你相处 这样的组合能够让你在外有很不错的人际关系 以上呢就是小姐姐对于紫薇七煞的组合 给大家做的解说 希望大家都能喜欢 进入了秋冬的季节 天气时冷时热的 大家要多注意自己的保养跟健康 给自己一个舒服且温暖的冬季 那今天就谢谢大家的观赏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